因為我不知道他在摸什麼 他是摸我這邊耶 哇 他有問題在摸什麼 骨溝的地方耶 那你們出道到現在有沒有發生過什麼糗事啊 演唱會的時候 因為我們大家很緊急要去換衣服 因為馬上要出場嘛 然後那天就是 我們那個更衣室的帘子沒有拉下來 然後我整個超緊張 一進去就全部都脫了 內褲就發現後面完全是開的 然後後面所有工作人員就看到好多妹子換衣服 但沒有人去幫你拉 他們算蠻好心的耶 沒有 就一直這樣 有面穿起來這樣看 然後都不出啦 太痠了 然後拿相機出來了 發現整場演唱會都停下來了 因為我覺得 可能大家都是在狀況內 我在內地有吃比較多 然後所以 有變胖 褲子又變比較緊對不對 對變得比較緊 然後我們有一首歌 第一場 第一支舞就 那個出城入化的舞蹈 然後跳完之後 最後一個結尾姿是要這樣 然後我們有沒有耍棍子 因為通常我們結尾姿之後 要停個幾秒 就是觀眾會掌聲 然後再收 結果他就 然後就馬上起來 就覺得奇怪為什麼 然後 而且那一趴完之後 抒情歌要唱很多首 然後我就每次走路這樣子 因為他破的有多大你知道嗎 後面的慢歌 台下有人發現你破褲子嗎 一定有覺得怪怪的 沒有人發現 可是沒有人講出來 我走路很慢之外 腳步很小 然後 平常我唱歌都是很豪邁 就是會做很多動作 但是都是這樣唱 對 然後他也 是看到誰 一直理證這樣子 好 所以今天呢 在過年期間呢 飛輪還來跟大家聊一下 他們到底在三年的成軍過程當中呢 有哪些開心的趣事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繼續聊 好 汪東城光明正大 統無尊 無尊卻笑翻天 好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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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無尊又為了什麼事 起得猛打眼睛